你不敢來問偉翰 今天到底在戰什麼 你民進黨立委很簡單 你舉手你頭都頭輸人家 那為什麼今天一定要打架呢 好 君彰哥還有幫助的觀眾朋友 今天在立法院517的現在 因為現在是下午大概4點多 這還沒刷季了 因為現在晚上你看到我們節目的時候 不知道後來要發生什麼事了 但從早上的6點43分 一路匆匆打打 一直到下午的3點多開始 立法院長韓國瑜召集超級 好像中間有6波的衝突 中間有什麼 有全武行 有直接幹架鎖喉 然後還有打警察 還有衝撞秘書長 連警察都被打 秘書長也被打 不然成一團 觀眾朋友 因為其實基本上你在台灣 看立法院衝突多了去了 但今天有幾個東西 我要跟大家特別點出來的 是過去看不到的 先跟大家講 苦主1號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警察 立業院的柱衛警 為什麼他叫苦主 因為立法院跟立法院 兩個衝突 我國民黨的民進黨 我們每個人都沒有 那是我們兩個的事情 一般都看到委員打委員 委員追委員 委員罵委員 你怎麼看到柱衛警被打 對不對 柱衛警就跳在那邊而已 可是委屈秩序的 如果有這種 來畫面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那時候 7點鐘門一開 大家進去簽到 6點43就開始打了 但是門一開以後 你看到其實黃國昌 是先進去的 他在那個地方 我不知道 因為觀眾朋友 今天我們都只一看畫面說話 總之 王美慧覺得說 我要禁止你把我弄什麼東西 他打那個警察 把他帽子拿下來 把他好幾下 對 以前哪有柱衛警被打 所以說苦主一號 是這個柱衛警 因為跟他無關 他只是站在門口 各位委員 他有阻擋王美慧嗎 看來沒有 可是王美慧對外說是說 警察擋他進去 所以他沒送 好不好 那觀眾朋友 這叫苦主一號 苦主二號在第二項 等一下再來講 但是狀況一就在這裡 這是中價病 你看不出來對不對 這個是張志倫 這個是兄弟 這個呢 是中嘉賓 他在押是誰 6點43 我先講一件事 禮拜三晚上就已經氣風苦雨了 天氣一下就冷 就在異常門口排隊 就是要排隊兩件事情 第一個要幹嘛 俊翰哥 他要進去以後 他要先去簽到 對 簽到以後 還要包含要提案 對 今天的五大改革 這個國會法案 藍白有共同說真的版本 要提出來 總共有六十幾條的法條 要表決 那其中我是覺得 我到這邊 我也覺得莫名其妙 有一些東西你不贊成 比如說國會的調查權 還有保釋個國會的 藐視國會這一條 你不贊成 民進黨有講嘛 但是立法委員 投立法院的院長 記名投票 這你也反對 這次選舉的時候 韓國瑜不是每個人都 把他的票拿開嗎 這有什麼問題嗎 所以就是說 五大的改革法案 總統國情報告 常態化 立院調查權 藐視國會罪 跟強化人事同意權 以及立法院長投票 要記名投票的 這五大改革 六十幾條法案 國民黨跟民眾黨 今天進去以後 一早就趕快去提案 所以進去之前的話 就衝突 民進黨的立委衝過來了 我先講一件事 排隊還是有先後 中華民國的國會 要弄到兩三天前 就要站在那邊搭上棚 排隊也真悲哀 其實大家就去 發言完以後 表決嘛 國會是 數人頭 不是比拳頭 但是後來 因為衝突了以後 謝榮介有他的 手臂範圍 中佳病跑去衝 所以後來 他就把他扣住 其實他並沒有 把他壓住 觀眾朋友 你可以看到畫面 導播有的話可以放下 是張志倫 現在等一下 從畫面左手邊 有沒有 他只是扣住他 張志倫拉了 有沒有 沒有錯吧 張志倫拉了 那個中佳病的手以後 失去重心 所以你要講說 兩個打一個沒有 他只是把他扣住 這個叫衝突一 衝突二是打臉 真的有打 黃國昌 黃國昌跟郭國文 這個也是 跟剛剛那個畫面會一樣 也是個懸案 為什麼 因為剛剛在草野協商的第一案 柯建民就已經講了 你是不是大聲聲 他說我在後面排牽到 因為我們這個有六重不同的角度 因為太多記者在那邊了 黃國昌牽完道以後 他轉過頭去 可能他被撞到還是怎麼樣 他看一下柯建民就講說 可以插隊喔 可以插隊喔 然後這時候 郭國文要出來保護總召 民進黨的總召 兩個人衝上去以後 就面對面的開始互噴 那郭國文講說 口水噴在我臉上以後 他就拿手 就像現在這個畫面 把那個黃國昌牽推走 那有沒有碰到 碰到啦 對啊 所以 手手你就輸一半 大家都看到即時新聞 你叫黃國昌被打臉對不對 不是他講什麼事情 被人家講 他講說不是 是真的被打臉 所以黃國昌就很生氣嘛 照片會說話嘛 那郭國文跟柯建民講說 不你是在大聲聲 我們只是簽到而已 哪有插隊 後面沒有人啊 插什麼對 這個叫狀況2 狀況3是什麼 狀況3是 到了議場裡面的時候 因為民進黨一直想要衝上去 要站主席台 那這一次都沒有被民進黨占到 因為國民黨跟民眾 畢竟他們比較人具有多數 那現場很吵 吵到一半的時候呢 突然聽到有國歌 好不好 树然其境 對 身上好 你小心 準備這個直笛在那邊吹國歌 那因為他 還有另外一件 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講不出來的樂器 他就在那邊吹 所以很多人說 當場原本是被打下 突然就軟掉 他就唱過球場的氣笛 說魔笛啦 魔笛的聲音 魔音傳導 但是後來這個韓國昌長有講 因為上次有說過了 麥克風 旗幟 相關的東西不能帶進場 所以後來這個鼻音 就把它收起來了 好 再來 這個是狀況 這個已經是衝突3了 剛剛前面兩個衝 這個是最嚴重的 陳金輝委員 又是中嘉賓 因為中嘉賓今天是衝州的 門口也衝 他要裝去想要站主機台 來 觀眾朋友看這個有沒有 就在畫面這裡 大家請注意看 導播等一下再放第2次 畫面的左手邊 就是這個中嘉賓 他一步在左上角有沒有看到 他往前衝 他居然是一個 基諾你為的那種 John Wick的俄羅斯刷腳法 他抓住陳金輝的腳 還摸到屁股 然後把他的腳往上一台以後 直接往前壓制摔 俄羅斯刷哥 這是我看到今天最危險的動作 因為他是跌在 總統要做的立法院長旁邊的椅子上 對不對 陳金輝說他的背跟屁股都非常痛 而且也覺得怎麼會這樣 而且他不止一次 來 導播我們再放一次 他壓在椅子上以後 站起來還把他繼續的往外 把他壓在地板上 你看這第一個 有沒有 再壓地板上 在陳金輝說 我一個女生 一個男生對我做做做幹嘛 所以這是鍾嘉賓今天對他的大動作 韓國議員長看人都嚇了一跳 然後最後是什麼 最後就是我剛剛講的 在今天下午開會的時候 居然出現了 這是郭國文委員 你看這個人 這是哪一個委員 這是誰 這不是委員 看起來有點年紀 這是已經七十幾歲的 周萬來秘書長 所以我說今天苦主有兩個 剛剛苦主一跳是這個朱衛錦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跟大家講清楚了 立法院衝突這麼多年 二三十年 從來沒有人對朱衛錦跟議事人員下手 今天周萬來他不是立委 他也不是哪個黨團的總召 為什麼要對他 他手上有今天的提案書 跟相關的資料 郭國議員可能希望這個會不要開下去 一衝去 然後把這個 周萬來壓制住以後有沒有 把他搶走又跑掉 所以今天下午 大家剛剛常常講 就這個畫面很清楚有沒有 眼鏡都掉了 對 他把那個 周萬來藏在這個 然後跑出去了 這到底是什麼畫面 太荒謬了 張立法院把秘書長手上的資料 搶走以後然後往外跑 所以民進黨今天是這樣 因為票數確實是絕對表決不過藍白的 所以就無我手不容許 從早炒到晚 那當然過去觀眾朋友 這麼多年以來立法院的衝突 或者是利用議事來杯葛 大家常常見 可是我就講了 你不能有這樣子激烈的動作 這個是幹嘛 這個柔道動作還是摔角動作 這個會受傷 而且後面是沒有撞到頭 俊強哥我就講 如果陳清威是直接頭部著地的話 完蛋 我們現在送台大醫院 台大醫院這個嚴重 我跟你講這件很重點 就爆腿 有豆腐 他完全失去重心 把對方推倒 這個太嚴重的動作了 那其他這個都是吵架 然後朱衛錦被打 以前沒有 最後一個就是秘書長 被突襲以後 搶走東西往外跑 這兩個 過去從來沒有看過 今天要來看到另外一個身影 韓國瑜 文章我們來看到 老柯在今天衝突之前 最後沒有放棄 他繼續喊話韓國瑜 請你堅守最後的行政中立的防線 你要知道 韓國瑜可也是 立院舞鬥場洗禮出來的委員 他今天在高高在上的議事廳 主持今天的會議 我還怎麼看他今天的表現 好 那俊強哥還有報信的觀眾朋友 韓國瑜院長現在開始 會不會拿來做比較了 王金平 蘇嘉全 游錫坤 面對立法院藍綠的激烈衝突的時候 到底哪個院長處理得最好 但我要再跟大家講 因為這只是初體驗 這一場算是最亂的一次 前面幾個月都還沒有 但以現在目前到現在下午4點多 來講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認同了 韓國瑜他的風度很好 而且氣定神弦 沒有慌亂 沒有大吼 沒有生氣 都沒有 那因為在山羽玉來之前 昨天之前其實藍綠擺 各個黨兵就各自有放話 復刻意總召就很生氣柯建民 柯建民還寫了不到萬言 千字的臉書講說 我們的國會是不是要被摧毀 我們的國家是不是將要完蛋了 所有抗中保台的法案都會被藍白 吸手給毀滅國家 就在韓院長的一年之間 他跟韓國瑜喊話 他說你看國會的五個版本 只有藍白的版本 我們沒有民進黨的版本 然後我們民進黨怎麼辦 而且你說一個月的冷靜期之後 還是可以大家討論一下 六十幾條對不對 所以他就一直的深深呼喚 韓國瑜院長說 你要雄來勒馬 你不要變成是藍白的院長 你是大家的院長 你是國會的院長 所以這個是先溫情喊話 再來就開始譏諷了 對不對 你不要當那個什麼 傅崑奇的啦 你不要當這個傅家的 就是說傅崑奇在控制韓國瑜院長 做一次喊 昨天有超影響今天也有 昨天超影響過程當中 來 我先問俊翰哥 不是有講好了 每個人五分鐘嗎 三分鐘還五分鐘 五分鐘 一個人五分鐘對不對 但柯建平總是會講超過 今天下午剛剛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又講十五分鐘 零三秒 那個洪夢凱給你計時 講十五分鐘 昨天講了二十分鐘的是誰 是吳思瑤 一個人講了二十分鐘 他一直要講 他說我們很多話要講很多案子 你再給我講五百 再給我講五十次都不夠 一次五分鐘我講五十次不行嗎 那個過程當中 其實吳思瑤是一直的希望 能夠把它講長一點 但是韓國瑜院長 他當主席 超影響 他就聽他講 可是他也用他韓式的 這種主持意識的方式說 請自重 吳思瑤委員 請你自重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畫面 上來就給我上一個枷鎖 說你舉手我都沒看到 我還特別說請你發言 那你自己要自重 院長 我非常的自愛自重 你的時間那 冬天被排到後面 你不要講到我們現在 進行環島高鐵主演 所以呢 已經講了很多我都很尊重 環島高鐵 那環島高鐵 好 控制時間好嗎 院長 互相尊重 我們是立法委員 這麼嚴肅的事情 我們不能講十分鐘 十五分鐘嗎 我們是民意代表 多次發言 我講五十次 時間都不夠 如果我這麼嚴肅 我們的問政都要被踐踏 為什麼不尊重主席咧 院長我非常的失望 大家可以看到對不對 我可以忍你 韓國瑜真的也滿有耐心 他可以忍他忍到二十五分鐘 二十分鐘才開始 請自重 為什麼不自重主席呢 請你自重 請自重 對不對 韓式風格 就是這樣而已 韓國瑜不是不會生氣 可是他就有控制住 他應該已經最近 這個整個狀態都非常好 他知道今天這兩天 一定會非常激烈 文場五場都會有 但是五場他不動怒 文場他也沒有失言 所以在過程當中 雖然吳少偉一直講說 我要講話怎麼樣 他就說請你要尊重 不好意思 吳少偉 這比你演講比賽 他自己在那邊講 那請你要尊重主席 請你要自重 自愛控制發言時間 好 這是吳四雅 第二個 其實看我們報警 我們看完大哥就知道 感覺好像都在立法院跑過新聞了對不對 第二個 草野鞋養幾個人參加 三個吧 就黨和三長 可以去 如果第四個人參加的時候 上次有講說不好意思 鍾嘉賓委員 我可能要請你離開 對不對 不然你就坐在那邊不講話 好 昨天有人講話了 也是第四個人 是誰 結果是邱一鞋 因為邱一鞋說到 經濟委員會的這個趙偉 對 我今天趙偉不能講話嗎 就在洪孟凱等著大家發完言 他要開始講話的時候 這個邱一鞋自己按麥克風就講話了 他沒有等這個院長告訴他 因為麥克風的條件嘛 他按那個扭紅色按下去就可以講了 他就自己發言了 結果發言完以後 大家又開始講說 邱一鞋你怎麼現場發言 他就直接講說 我是趙偉為什麼不能發言 對不對 然後開始就自作炮 開始這個連出炮 他就嗆了這個韓國瑜院長 你不要當富士王朝的小弟 剛剛傅昆琦在現場 傅昆琦本來已經走了 回來以後手機率座上 過去其實攻下 然後他又跟大家講說 現在目前看起來 這個整個的這個議程 都被這個黃國昌跟傅昆琦 兩個人給把握 然後你今天韓國瑜都沒有 他要擊放韓國瑜 要有沒有生氣 沒有 韓國瑜院長也沒有生氣 那昨天因為今天是五大法案 裡面還有包含的這些 國會秒釋 秒釋國會 本來不是說不要花東這個特別條例嗎 對 但昨天有一度講說 那不然我們就來談談花東特別的 先處理這個好了 用花東特別的又來換國會五項改革 老柯要跟他交換 其實變化很多 是 技巧也很多 是 就不要五大改革法案 所以因為 金翔哥你要知道 五大改革法案要是一過 要是一過 那麼接下來不是新的那個閣員要來嗎 接下來每個閣員來的時候 都要面對新的藐視國會 所以跟這個 就是國會的這個相關的聽證權 所以就要擋住五大改革法案 但是沒有 韓國瑜院長就才是說 沒有沒有辦法 我們今天基本上就要大家互相尊重 這就是韓國瑜院長 在現在目前新的國會當中 不管草野行當 或是我們剛剛看到的大院 他所能夠處理的 非常的調和頂難 這是韓式風格的主持辦法 我現在你怎麼看 520倒數 17號我存三缸 結果一錘定音 沒門 不特赦了 所以金翔哥你就在這一題 對不對 兩個禮拜以來 雖然周刊 你一直不上車 你說這題很難講 不是因為怎麼看都覺得不會 除非就是蔡索隆 他真的哀哀哀的 給他特赦下去 可是你看這個消息傳的 好嘛 所以兩個禮拜前的時候 因為當周刊 還有這個上報都很明確講一定會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怪嘛 那你要問一下 就是說到底消息收回來得到的訊息是什麼 就是中府一直沒有把這事情說死 那沒有把這事情說死 你現在已經講沒有了對不對 倒回來看就知道答案 因為他不好 他不方便講說我不要啊 他如果講不要的話 就變成你國情不易啊 你怎麼對阿扁這麼不正對不對 所以那個沒有計劃這事情講不出口 當然有很多的這個文稿分析 是不是因為所謂的海角七億啊 或是把這些錢全部都繳回這件事情 評價不同意 今天陳志忠不是也出來講了嗎 我也問他嘛 他說沒有啊 錢全部做公益沒問題 錢也早就都回來了 好久其實早就已經扣回來 只是被凍結而已嘛對不對 不在他手上啊 可是你不能把他當成是 所謂的贓款 或者是他們貪污所得 他說這個是我們選舉的捷育款 他這個是我們這個基本上沒有違法的 當然這是貶價的說法 所以你不能說叫我認罪以後 我就來被特赦 而且他從頭到尾都知道說 這四個還在庭程中的案子 特赦是沒有效的 所以貶價的態度是這樣 可是不管怎麼樣 蔡總統他是不是說 有什麼條件沒有滿足 你又不肯認罪 然後我怎麼可能特赦 他的心境轉得我們不會知道 可是結論跟我們先前所分析的狀況 是一樣的 就是這個事情有空不順 做下去之後 不但可能藍綠更對立 還會轉移下個禮拜一 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要當總統那一整天 從早到晚的這些疑點 你就光看啊 那有不要邀請陳志忠來參加 因為已經無罪了嘛 所以這件事情沒有發生了 可是呢其實等於就留給了賴清德總統 那這個事情就八年又八年喔 因為八年前我也上次跟大家報告了 陳菊不是呼籲蠻久要做嗎 你不做蔡英文以後就做了 你就失去機會了 藍綠和解多好對不對 那現在蔡英文八年也沒做 那就看接下來大家看 賴清德的四年又或者是八年 這個案子很可能就這麼繼續拖下去 因為畢竟它太複雜 有四個案子已經是這個定驗 而且合併執行二十年關了六年 還有十四年 有四個案子根本沒有審完 所以俊昌哥你知道喔 如果這特色下去以後 你就要啟動後面四案 四案裡面有任何疑案被判有罪的話 就叫累犯 因為你前面只是去其刑而沒去其罪嘛 所以這個對阿扁來講 其實星期一定受影響 可是他本人並沒有出來抱怨什麼 因為他也知道說 如果真的把它特色 而且只有四案 另外四案還要進行的話 或許對他來講 並不是一個最好的安排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當天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昌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請 tros來 付這個 我們請多多欣賞 抖個分隊 還有兩罐 不放得 請回到 來